讲到石户 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澎湖 但您晓得吗 其实在桃园新屋也拥有台湾本岛最大的石户群 而且超过百年历史 但由于年久失修 导致石户渐渐崩坏 因此超过50位在地居民 发起一场守护运动 不仅修复石户 更推出各种体验课程及文创商品 吸引年轻人加入 成功复兴在地文化 也替小镇注入活力 记者陈燕伟 庄俊浩的专题报道 可以吗 可以啦 站起来啦 可以啦 谁说你不可以 我不行 可以啦 细笑声慈禧比落 来到桃园新屋区的海边 一大群年轻人弯着腰顶着艳阳 捡起大大小小的石头 准备展开有趣的石户出体验 只见师傅悄悄打打 不到三两下功夫 就把残破的石户修补起来 看似简单 但学生们实际做起来 却是手忙脚乱 来试试看 哇 太短了 太短怎么办 我们的高度要向前面这个石头 尾巴这样骑 因为每个石头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利用一些小石头去垫底 把它高度变高 你看再摆上去 有没有变高了 新屋石户是台湾本岛最大的石户群 但常年遭到风浪袭击 结构渐渐崩坏 因此十多年前 由在地居民组成的新屋爱乡协会 展开了一场守护运动 修复石户的同时 更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前来体验 让在地文化得以被更多人认识 以前听到石屋的话 基本上是想到澎湖的创新石屋 但是却没有知道说 新屋有石屋这个文化的存在 石头是真的蛮重的 它比我们想象中还重蛮多的 第一次堆这种东西 堆这个石屋 然后没堆过是真的不知道 它的难度在哪里 对 那在捡石头还有找石头的时候 的过程其实蛮有趣 你看眼前这片石头 都是早期很多都是 这原本的石屋倒下来的 带着学生进行修复工作的 是今年57岁的李仁富 远先从事汽车保养工作的他 十多年前加入协会之后 今觉家乡的珍贵文化 正渐渐消逝 于是对于石户毫无认识的他 从零开始学起 成为专业的匠师 一头栽进了社区再早的行列 早期我们在做石户的时候 人家不看好的 这个山不高水不燃的 哪有啥我看 说得很快来看 可是后来我在十年之后 验证给他们看 我们几乎看看 慢慢可以养活自己的 他除了文化传承以外 其实也是社区做这个 自我营运的一个最好基础 位在新屋的石户群 从清代设立至今 已经有百年历史 只是随着时代渐渐没落 原先二十几口的石户 如今仅存十一座 真正仍具有捕鱼功能的 也只剩下两三座了 我们会寻户 寻户的时候就会知道说 户里面的鱼的多少 石户是一种传统的捕鱼功法 透过石头堆叠 形成一座座天然陷阱 当涨潮时海水淹过护蹄 鱼加螃蟹游进了石户当中 海水退去之后便收盾其中 渔民只要收网就能够轻松捕捞 全盛时期当地的鱼货量 甚至还可以达到数千斤 这个叫做鱼变黑棉鱼 以前沿岸这边都有 酱布拉鱼那些都捕得很好 可是现在真的是捕人不是捕鱼 很舍不得 以前还有一个千人石户 在煮 煮一煮也是那个 可是大海的无情 大自然的力量太大了 真的是太大了 传统石户的建造方式 讲求天然工法 不靠任何粘着剂 而是利用石头大小以及角度 相互堆叠相迁 形成密合而且稳固的石墙 而这种传统的堆叠工法 又叫做五维器六维器 是石户修复工作的重要依据 五维器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石头的中间一定有 一 二 三 四 就是点跟点这个三角点 一定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传承的一个工法 只是修复的工作漫长而辛苦 得克服天后问题 好不容易修完之后 可能没多久又被风浪破坏 因此十多年来 当地总共才修复了四座石户 尽管如此 居民们仍乐在其中 甚至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体验 学习与大自然共荣共存 石户修好 文化传承下去 我们大家就很开心的 以后下一代人来才知道 这个石户做什么的 这边新户石户有两三百年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么圆的石头要放在海边 叠这么高 叠多高呢 大概一百公分这么高 所以它的堆叠就非常大技术 除了在朝间代展开修复任户 新户爱乡协会也与桃园市政府合作 将岸边飞机的警察哨所和宿舍 改建成为石户故事馆 里头不只有石户模型 还有各种海费商品的手作课程 研发文创商品的 是来自龙华科技大学文创系的师生 他们与在地合作 将海边的飞机物 打造成独一无二的文创商品 所以你看它那个翻出来 下面比较粗的都会被翻出来 细的直接掉到下面去了 待会你就可以看得到 将捡回来的宝特瓶盖 按照颜色分门别类 经过粉碎 溶解 再加压 形成五彩缤纷的海费砖 紧接着再利用CNC雕刻机 做成各式各样的饰品小物 我们设计的理念都扣在两个核心 那第一个核心呢 主要就是传达食物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像是我们的耳环 饰品 就是也有包含了食物的意象 第二个核心呢是希望可以推广海费 然后再利用这件事情变得更伟大 除了饰品还能够做成 使用的手机架招待台等创意商品 有趣的课程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加 更让滨海小镇的经济开始翻转 其实地方也是缺乏了一些经济收入 那我们透过产品开发 甚至活动的举办 或者是一些DIY的材料包的一个贩售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 让地方有足够的资金去推广 看着家乡的传统文化 渐渐被复兴传承 甚至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 让李延富相当幸会 从门外汉到传承百年功法的专业匠师 食物带给他的不只是成就感 还有满满的人生体悟 其实我觉得食物跟大海就像我老师一样 急不得 要稳扎稳打 要选 每个阶段选的石头 跟每个阶段选的朋友不一样 强求不得 如果你强求起来 让来就走了 百年来 绵延数百公尺的海上长城 默默守护着在地渔民 如今换成老中青三代共同守护着他 食物是在地人的记忆 更是弥足珍贵的文化宝藏 一定会有成的 就不得 要是弥足的文化宝藏 加上帝国人的这种文化宝藏